我觉得其实可能上来自己其实发动挺快的 然后也没想到上来能第一局就打到7比0吧 然后可能当时打到7比0以后 就是说自己那个节奏掌控上面 没有调整的特别好 然后所以石川可能当时也是 就是也在逐步的在适应这个球和局面 所以说他追上来以后 但是自己还是因为大比分领先嘛 就是被追上虽然这种状态 但是我还是就是说不要着急慢慢打 就是可以去控制这个局面 我觉得其实感觉上我觉得应该是下风球吧 然后那个我会全力以赴吧 希望能够在明天比赛当中能够让自己 我觉得有对这个比赛 然后对这个场上的感觉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或者是一种感受 然后我觉得当然我也会全力去争取胜利吧 除了这个州目的感受 也是vis膿的够了 做什么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